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拜登的支持率是創了一個新低 在近8任美國總統之中是最壞的 即是幾十年內最壞 比特朗普更壞 為什麼呢?是不是跟他痴呆事還是怎樣的事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說就是 英國這次出賣美國 他說會支援烏克蘭 難道英國又想爭現在世界一哥的位置? 好事 甚至他說會大大力加大力度去支持烏克蘭 那就是對美國啪啪打臉? 他說不行,支持不住了 支持不住了 你自己自生自滅吧 但英國就說我全力支持 所以這樣基本上就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他們之中 其實都有一個競爭性 我們可以吃多一點花生都可以的 這兩件事又怎樣呢?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件新事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拜登最新的支持率 只有39% 他就是白任總統裏面 最低 支持率 是低過特朗普 他經常說特朗普怎樣壞 然後又搞亂整個世界 搞亂美國 搞到國會山莊被衝擊 但問題是 為何國會山莊被衝擊 是因為你拜登 人民的選票低過特朗普 然後你是做了總統 特朗普那裡做不到 這些叫做民主? 低票的可以當選 高票有沒有可以當選? 這叫民主? 哦,好 之後才會有國會山莊事件 但是他又賴得那麼好 這些政治操弄 他們真是很厲害 根據最新的叫做 蓋洛普民意調查的顯示 再跟大家講講 這個是讀民調 不是民調 民意調查 OK 是有多重導音的 調就讀調教 OK 但這個 在民意調查出現 是讀調字的 不要讀調字 有些新聞報道員都錯 是民調 顯示美國總統拜登 將會帶著只得39%支持率 賣入2024年 比任何 在競選期內尋求連任的總統 都是要差的 接下來拜登將會賣入他最後一年的任期 亦都是在最後一年任期內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比對上個七位總統 他都是要差的 特朗普 他尋求連任的時候 他的支持率 是有45% 歐巴馬 是43% 其餘的五位 都是超過50的 支持率 克林頓 老布殊有51% 列根和卡特 列根和卡特 兩個人 有54% 而 2003年12月 美軍 入侵伊拉克 還捉了當時伊拉克的總統 薩特姆侯塞恩 更加令到小布殊的聲望 是 衝了58% 即 乃巴薩衣粉 跟著說他有問題 跟著就毀滅了別人的 國家 打別人的國家 捉為別人的總統 這樣 可以令到他們的聲望 會上升 所以為什麼 美國要發動那麼多戰爭 你就會知道 對上兩項月 美國民眾就不滿拜登處理 二巴衝突的表現 所以那個支持率就下跌到37% 現在 有少少的回升 但是 但是 在2023年裏面 他的民調 是第五次跌到四成或以下 四成以下 OK 這次是39% 而蓋洛普 做民調的機構就說 踏入選舉年 美國人感覺經濟有好轉 但是 他仍然是有很多 迫切關心的問題 未解決到 例如有百分之十四的選民認為 當今最重要的是經濟的走勢 有百分之十二的人 最關切的就是通脹 真的搞不定 他說通脹率是低了 但是 都是升得很多 你計算累計的通脹 他們升得非常非常多 百分之幾十這樣升上去 有一些人就是 關切著他們政府的效能 和移民的問題 有百分之十六的選民 就是關注的 當然他們的效能 真的不是很高 是不是 只是爭論而已 共和黨的人 尤其是關注到移民的問題 高達百分之三十七 說他們最關心的就是 公共的議題 即 不要加那麼多 貼身的問題 是 最為 關切的 而隨著俄烏的戰爭 和尾巴的持續衝突 以及共和黨 人士在美國南部移民的 叫做 還有那些什麼移民安全問題 上面那些叫做施壓 拜登 對外交事務的處理 將會對他競選 是有非常之重大的影響 所以為什麼拜登 是 那時候急急去尋求 和我們的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會面 其實都是因為他的選舉 但會面完之後 又沒有什麼特別好的結果出到來 又是不是真的幫到他選舉呢 難一點 難一點 所以大家會看到 他們做的很多事包括 是發動戰爭打仗 都是以選舉為目標 甚至乎是製造一些輿論 打擊 其他的國家 例如我們中國 都是以選舉為一個目標 甚至乎搞2019年的黑暴 2020年的黑暴 2020年的疫情 很大機會 都是以他們自己的選舉 為一個目標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 有很多事 邪惡俗心就是邪惡俗心 OK 你明白了 然後 我們講講英國 講完美國講英國 英國 有一個報導 叫做每日電信報 就在當地的23、4日的時候就說 英國的外交大臣 是 即是叫做 外相 以前的首相 現在就跌了下去做外相 卡梅倫 的宣佈 英國將會在2024年繼續 加大 烏克蘭的支援力度 援助力度 但是美國 剛剛才說 我支持不住 這樣而已 那麼 英國就 趴趴把美國打臉 差不多了 所以其實 這些政策 是會令到 拜登 民望等等 都會跌倒下去 那 甚麼行為才是對 甚麼行為才是不對呢 不知道 他們選舉很多時候的操作都是 對於 整個世界 以及對他們自己國家人民 是沒有甚麼益處 但是偏偏這樣 在選舉裡面 有可能是選到的 所以為甚麼一個 痴痴呆呆的人都可以做到一個 即是大國的總統呢 這個就是 民主選舉 有效與無效 大家自己想想 OK 那個每日電信報 引述卡梅倫的說話裏面 他說 英國現在 他們 考慮著 他們應該在哪一項 哪些支出項目裏面 可以是 長期地 去支援 烏克蘭 長期支援烏克蘭 這件事是 很嚴重的 長期支援 他 不過老實說 如果他很快結束 你也不用支援 但是他 這句說話 就是對於 烏克蘭的 扎恩斯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幫助 亦對於美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壓力 真的 對拜登人來說 是很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 說到英國對烏克蘭的援助計劃的時候 這個卡梅倫強調 明年 基庫的意思就是烏克蘭 可能會得到 比目前更加多的支持 即是他說 他的意思是 烏克蘭可能是會得到英國的 大力幫助 加大力度的幫助 對於烏克蘭來說 當然是一件事叫做好事 但是這些幫助到底有用還是沒有用呢 不知道 可能英國也是打算撿回比賽 就快死了 我說多些出來 都不怕 都不出奇 另外 俄羅斯衛星通訊報就報導 美國的退役將領 軍本 霍奇斯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烏克蘭的軍隊的反攻失利 他就不是說他自己不行 他說 是歸咎於 西方國家 他說 烏克蘭的反攻未能取得 預期的勝利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西方的國家 未能夠向烏克蘭提供 用足夠的支援 這個是美國的退役將軍 將軍 大事 某程度上他覺得是對的 如果西方國家 通力合作 去射 俄羅斯的話 可能打得贏 但是可能 是會毀滅了世界 你覺得俄羅斯縮嗎 對嗎 對核彈 看你怎樣打 是不是 所以他可以這樣歸咎 隨便吧 他收了什麼人的錢 等等 大家不知道 而對於烏克蘭的反攻 未能夠取得 西方國家的 期望的結果 那個霍奇斯 心感非常失望 即美國的退役將領 心感失望 他說自己之前的預測 亦都未能夠成為現實 他的預測就說 烏克蘭的反攻 可以是 走低俄羅斯 即是 你有腦子也不會這樣預測 烏克蘭和俄羅斯 大佬 你怎會預測它可以 他認為這次反攻的失敗 不是烏克蘭的失敗 而是西方國家的失敗 你喜歡怎樣說呢 是不是 即是你拎了西方國家 都可以的 那你就繼續拎 但是西方國家同不同意 不知道 這個退役的將領 究竟是收了哪一方面的好處 更加都是不知道 都是不知道 但是 都有人 對這個霍奇斯的觀點 持有不同的意見 他們 其他的軍事專家 打仗專家認為 烏克蘭的軍隊的反攻 未能夠取得勝利 主要的原因 是在於 戰場的形勢的變化 和烏克蘭軍隊 他們自己自身作戰能力的不足 文杰之前也拍過片跟大家說 烏軍現在是拿甚麼人 去當兵 虐智的都要 有個老伯 有個叔 明明是出去買菜 和剪頭髮 被人找到黑房虐待 接著就抓了他打仗 還要是打前線 你怎麼贏 你怎麼贏 以前做甚麼 洗屎坑 現在呢 拿槍打仗 這樣也可以的 是的 幾歲老伯 退休了 沒說幾歲 這樣也有 有的 OK 在這場的戰役裏 烏克蘭的反攻 是受到非常之嚴重的困難和挫折 即使說真的 他們是得到西方國家 很大的支持和支援 但是呢 但是說真的 他們 是根本 拿著那些武器 放著丟 我都不知道怎麼用 扔出去吧 即是不出奇 不出奇 當然最關鍵的裝備 最關鍵的支援等等 即是西方國家都沒有給他 給了一些東西 你自己看書 喂 英文來的 不是英文來的嗎 不懂看 我不懂你烏克蘭語 對呀 才慢慢做翻譯 然後才慢慢找人教 找人 你怎麼會打贏呢 所以他們實現不了他們預期的目標 這件事也是 但是 突顯了 其實西方國家已經中心見走 亦都是 對於烏克蘭的信心 已經跌到一個非常低的谷底 向烏克蘭那邊的支援 亦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不足等等 相信西方國家亦都不會願意 是怎樣做出一些什麼支援 說真的 英國那邊是否出賣美國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忽然現在這個時間 拿回美彩 即是看到他就快死了的時候 我來幫你 這樣 即是都 只是執過美彩而已 幫不了些什麼 OK 不知道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怎麼看這件事 這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鍵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